越南国会以94.98%的赞成票通过了反腐败修正案 这份修正案规定 越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每年的1月1号到3月31号期间 将个人财产申报清单 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者单位公布 接受监督 这被认为是越南迄今为止 在反腐败方面推行的最重要的举措